我郝某人今天也让你知道知道 我也是堂堂七尺的汉子 好 谷爷打的就是你堂堂七尺的汉子 来人 我抓回去 你们干什么 别动他 走 放开 放开 什么情况 谷爷 出去看看 上 走 父老乡亲们 我们永远不能向这帮苟杖人士的走狗汉奸们低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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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十分抱歉 扫了诸位的雅兴 下面有我郝某人 和我夫人陈如玉 再为大家来生一段好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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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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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有的听了 是啊 老板给我唱一段 太好了 好 好了 不要我 し了 这么做 什么 好 好 好 送送奔利亚女有仨 为谁信 我 你说 做何 做生意 你 做生意 语 鹿岛这个家伙 平日身居简出 家里又戒备森严 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宪兵司令部 就我们几个人 想都不要想 所以只有在他外出往返的途中下手 地点我已经确认 胡秋街 这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 小组长 带上弟兄 埋伏在那儿 死机行动 袭击日军恐怕人手不够吧 这回的暗杀行动 重点在行动本身 不在结果 所以无论是否成败 行动结束后 立刻撤离 那就给我们配备些硬家伙 不行 这回是绝密行动 要让日本人相信是共军所为 乔组长 美国的新式武器不能用 一律换德国卢子 明白了吗 是 党国新王 匹夫有责 我再强调一遍 这次是绝密行动 一旦落入敌手 就是你们报效党国的时候 我杨广鹏 一定报请上风 善后你们的家人 是 来 上啊 上一个啊 怎么办啊 任务完之后迅速撤离不得怠慢 是 打 打 你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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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将军 中国人好像已经撤了 嗯 全给我抓回来 你一个也不能放过 是 给我飞 这外边又怎么了 嗨 不知道又出什么乱子了 现在世道这么乱 您呀 赶紧回去歇着吧 免得再发生什么事段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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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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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头 就没一天安生日子可过 听说又有人袭击那个路挡 估计又要戒严了 是啊 你说这光天化之下 谁那么大胆 敢跟小鬼子干呀 就应该有人制止他们 哎呦 我的姑奶奶呀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啊 一会儿再把你给抓起来 怎么 我在自己家 说说还不行了 亏你还参加地下组织 行了 行了 这 你怎么着也得给我时间 让我适应适应是不是 再说这胆子 慢慢练 慢慢练 你说是谁呀 该不会是日本人吧 说了 这两个人 会不会是什么 为 liv上的 人家 什么意思 那!", 没有人还五眼 他们 basic 信呈 都是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嘛去啊 开门啊 你不许去 我去 快开门 开门开门 开门 快点 来 来了 来了 开开 开 你们干嘛呀 干嘛呀 闪开 搜 是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啊 古多 你干嘛 我来看看你啊 二小姐 搜 好 走 荣亿 顾严 没有 如玉 没有皇军的名字 你们谁都不许出门 走 你畜生 人呢 是啊 将军高下 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混蛋 军虎虎被诈没几天 我接连被刑刺两次 这就是你吹嘘的大东亚共荣的模范城市吗 我看你们是一群废物 是卑职施察 那你还待在这干什么 还不快去抓刺客 我正在安排各处军警缉拿凶犯 我看你应该亲自到大街上去凑捕 是 备职这就去 提起电话 是 什么事 知道了 有一个刺客逃进了虎丘街 不见了 快抓起来 统统抓起来 所有在现场的人统统抓起来 是 抓 是 是 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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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玉 喝点水吧 放心 那个人不会有事的 跟我走吧 跟我带走 车 真的 你干什么说 stomach 做什么都会改呀 你们什么都会怜啊 什么都会怜啊 不是干什么也没怜啊 你们干什么也没怜啊 很多都会没怜啊 都会给我安静啊 都会给我安静啊 哦 嗯嗯同便 你啊 都有点安静 怎会安静 那东西 到来 兄弟们 今天 有人胆大包天哪 竟敢行刺路导将军 他们中有一名刺客 跑到了虎丘就不见了 这是为什么呢 肯定是有人把他们给藏起来了 所以路导将军下命令了 如果不把刺客交出来 那就要把整个虎丘街区的人 统统抓起来 然后统统地死了死了泥 那凭什么抓不住了 你们今天处打 拒报者有重赏 听到了没有 只要举报了有重赏 这ホヘ的贵呀 别管 문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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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闹闹闹在这儿 那还可这事 这什么事没干啊 再走 走 走 快点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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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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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夫怎么说 被捕的人当中 有一个茶叶铺老板叫焦玉玺 是咱们的交通员 另外 陈医生的妹妹陈如玉 和郝云来也被抓了 他们怎么卷进来的 陆岛接连遇刺 他肯定气急败坏 所以就把虎丘街上的人 都给抓了 老小小的陈区 就把虎丘街上的选择 是有少女人的 还怎么却见到 你怎么却在哪里 他肯定地是有少女人的 人对手 他肯定地是有少女人的 那是一种人的 可是你怎么却在这儿 你怎么却在那里 然后是有少女人的 你怎么却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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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电视打赏支持明镜 陆大将军非常生气 你不要再审了 给我杀几个人 看他们找不找 是 你 走 不是我 别杀我 别杀我 来来来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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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他他他他 走 你干嘛呀你 干什么 放开我 干什么呀 原来怎么还不出来 你怎么烦你 呃 顾总 早进天亮 我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郝云来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尽情地骂吧 顾爷不会跟你计较 我就知道 你会死在我手里 嘿嘿嘿嘿 预备 何说去 你先 还是 我们再见 还有没有事 放 走 走 我问一下 有一个叫好运来的 他没事吧 什么好运来坏运来 你怎么这么多事 走开 回去 慢着 回去 快点 我回去 太军 这个人不杀吗 你看他胆小如鼠 想啥手忙 告诉这些凡人 如果不找 都得死 是 好运来呀好运来 你他娘的运气 真是好得邪性啊 看来你今天命不该绝呀 姑爷先让你多活一会儿 快走 是 起来 走 快点 走 好 放眼啊 我也想搭救他们 可是 这次不同以往啊 事关重大 就是我那个逆子立文 也做不了主啊 朱老伯 我知道 确实是抢人所难 但那是三百条活生生的性命 上午杀了九个 明天日本人扬言还要杀 你老宅心忍厚 怎么忍心让这惨剧继续发生下去呢 可是仅凭我一人之力 难以说服日本人哪 小植以为您可以凭借您的影响力 联合苏州商界所有同仁 要求日本人释放所有的无辜者 好 举座 老爷子组织了一帮有钱人到宪兵司令部 想说院子里那帮犯人 我爸疯了 黄军怎么说 陆导将军一开口就要五十万 交钱放人 我爸应了 听说老爷子赢了 自己还认了二十万 完了完了完了 走 这客机都是相礼相亲的 朱局长 朱局长 朱老爷告辞啊 好 告辞啊 好 告辞啊 告辞啊 来 我们走吧 走走走 爸 您真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啊 都是相礼相亲的 您能见死不救吗 不就二十万块钱吗 我拿得起 我不是说钱不钱的事 您老今天花了钱 还得罪了日本人 得罪了又能怎么样啊 谁像你呀 为了讨好主子 你连父老相亲的命都不顾了 您别老讨好主子 讨好主子 又受谁的蛊惑了吧 方元 方元那是想救陈如玉 讨好陈如歌 怎么咱们家老让他当枪使啊 你爹我不糊涂 我不会让人摆布 我就是要用这笔钱 数一数我这汉奸儿子的罪孽 听明白了吗 我拿车送你 用不着 进来 将军 您真打算把犯人都放了 哦 为什么不呢 生人们不惜出巨资利宝 有什么问题吗 王军也不能言而无信哪 卑职以为如果把犯人都放了 同样会有损皇军的声誉 为什么 您想 这不表明了皇军是在乱抓乱放吗 你认为该怎么办 卑职认为应该扣下二三十万 就说是我们的重要嫌疑犯 需要进一步审讯 很好 坐下 是 你认为哪些是重要嫌疑犯 好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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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文还押着陈如玉和郝一 可运来夫妇不放啊 我看朱立文他的目的是针对如歌 咱们得想想办法帮帮如歌 方元 日本鬼子占领苏州以来 根据陈如歌大夫的种种表现 上级已经认可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他原本就一心抗日 加上父亲又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上 是一个值得我们争取的对象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他一旦遇上什么困难 你可以施以援手 那在必要的时候 我能不能想到透露我的身份 这个暂时不行 因为斗争环境太复杂了 我们要没有个万全的准备 只能给他带来威胁 不过你放心 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了 真的吗 我好 没有 Ade 都不可以 都是 одно悲安全的 睡不知 威蓝 小海 你在哪里 你还好吗 我很想你 杨长长 岳阳同志 这几年辛苦你了 备职应该的 自备职转入监狱以来 一直密切关注监狱动向 好 现在给你个新任务 尽快除掉郝玉来 郝玉来 这小子以前是我们组织的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有天生是够软骨头 胆小怕死 一旦日本人下狠手 他变了劫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正好 明天我当办 那就在明天的饭口下手 好 手脚一定要干净利落 党国兴亡 匹夫有责 岳阳同志 这次就看你了 二小姐请 你要带我去哪儿 是去提审吗 是提审 不过放心 我们会给你换一个非常优雅的环境 如玉 如玉 玉来 玉来 如玉 玉来 干干什么干什么 回去回去 玉来你等我 如玉 回去 二小姐 如果你还想见到她的话 请吧 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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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 说你哪儿 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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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姐请 什么意思 如玉 朕今天对不住了 让你受了不少苦 今天这个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坐吧 坐吧 古多 给二小姐真酒 是 二小姐请 继续给二小姐敬酒 请 二小姐 这真是我们陈家的酒 是的 我刚从酒窖里面取出来 吸酿出来的 据说这方子 是从吴王那儿传下来的吧 可这酒 是暗红色的 我们家的酒 是鲜红的 是吗 我想起来了 我爸爸跟我说过 我们家的酒很是神奇 虽然配方不变 但是这颜色 却会随着时势变化 想当初和驴在位 重用吴子虚 国运昌盛百姓安乐 那时的酒 必是鲜红的 后来 鲍君夫差继位 偏信奸宁薄匹 国事衰微 民不聊生 这酒 也就变成暗红色的了 这如今的孤苏承啊 也是鲍君专政 奸宁当道 这酒 可不就是暗红色的吗 可是奸臣薄匹 再权倾朝野 炙手可热 还不是落了个身手异处 万人唾骂的下场 不愧是陈家二小姐 伶牙俐齿 如玉 不管你怎么看我 我这个当哥哥的 还是得在暗中保护你 你就想想 这牢里边的女囚 除了你 哪个没受过刑 你若是真念及两家旧情 就赶紧把我和玉莱放了 你就不知所以了 自从陆岛被遇刺之后 一定要抓住这个凶手 凡是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人 没有他的批准 一律不得获释 我如果今天把你放了 我得冒多大的险 可是看在我和你姐姐的情分上 我这个当哥哥的愿意这么做 但是得有前提 你得说服你姐嫁给我 我就知道你不怀好意 这怎么就是不怀好意呀 你想想 你姐姐嫁给我之后 你就是我的妻妹 咱们有了这层关系 我顺理成章的 我就可以向路导求情 如果咱们没这层关系呢 他能放了你吗 你还想搭上那个好运来 朱立文 你别一想天开了 我告诉你 全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 我姐也不会嫁给你 还有 我陈如玉 绝不会让我姐姐为了救我 去跳你这个火坑 好 如玉 如花似玉的年纪 就这么命送皇权了 不值吧 谁都不愿意死 但是人活着要有人格 要是没了人格 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是我爸爸教我的 我一直牢记在心 你们什么都别说了 不就是一死吗 随你们便 带我走吧 古多 把他送回去 我看看你能够挺多长时间 是 去坐 请吧 二小姐 今儿吃啥 还是老三样 开一家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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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去 老实点 好了 去吧 送饭去 好 都给我老实点 有意料没有 你不吃啊 不吃 不吃我吃了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我马上带你逃走 夫妻本是同龄鸟 你不要 大难临头 各自黑眼 二小姐 警察局和派出所 说她是重犯 不许贪视 跟我结婚 咱们就是一家人 这样陆道将军 就会给我这个面子 谁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好好想清楚 对你的答复不满意 如玉将会受到双倍的惩罚 只要她一进东方 我就跟她同归于妾 杨子珠宝殿举办展会 无价珍珠塔将军之身 这次老子就是抢 也要把珍珠塔给抢过来 这就是传世之宝 珍珠塔 她看上的东西 你还想多 巨座 我的娘子想杀人哪 哪有白白把东西送人的 何况是这么无价之宝的珍珠塔 您知道 唱着平潭的女艺人是谁吗 陈家二小姐 陈如玉 十余有心 那天你披着大雨 我多么想 让你来我怀中躲避 纪念光景 看尽了残缘断壁 梦里花开 那是你一种的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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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霜相提 长云丹群 露泪 你 刻骨铭心 我们并肩而去 哦 并肩而去 把你的手握在珍惜 我们并肩而去